我們來看DVD 有人問我 DVD跟CD有什麼差別 我跟你講完全一樣 它唯一的差別在於那個 洞的大小 什麼洞的大小 來看這邊 CD就是這個 DVD就是這個 你覺得有什麼差別 軌道的距離 這個是給軌道 這個是給軌道 這就是高洞 這樣可以嗎 然後這個軌道跟軌道的距離 CD是1.6微米 DVD剩0.7 然後這個最小的洞 是0.83微米 它是0.4 所以等於是洞縮小一倍 縮小一半 然後軌道的距離也縮一半 那這樣Size一樣 資料量是不是 多很多 這樣聽懂 就這樣而已 所以這個課本114頁 CD跟DVD的差別就是這樣 同樣的道理 CD有CD-ROM CD-R CD-RW 對不對 那DVD呢 是不是就有DVD-ROM DVD-R DVD-RW 就這樣 可以嗎 那DVD-ROM呢 比較特殊 這個DVD-ROM呢 還有 DVD-ROM呢 用最多的就是各位在百四達租的那個電影 記得什麼叫ROM ROM就是圍讀嘛 只能讀啊 最近租電影來只能讀 這個DVD-ROM呢 後來為了要增加儲存資料的量 又發明了四種 一種叫做單面單層 這是大家最常看到的 就是這一種 一種叫做 單面雙層 一種叫做 雙面單層 一種叫做 雙面雙層 哇 這聽起來真的會頭暈 這在課本的一百一十五頁 一般你去百四達珠的DVD 就是第一種 單面單層 就是只有一面可以讀的 不能翻面的那一種 OK 那也是這一種 最popular 就是大家都在用 那剩下三種呢 其實用的很少 為什麼 因為連光讀機 那個光碟機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沒有那個光碟機 所以就很少在用 這種問題就是這樣 如果我今天光碟機很便宜的話 大家就會用 如果光碟機比較貴 你不想買 那我這種 我電影公司就算做這種DVD 我也賣不掉 因為你不想買 那各位可能會好奇 這個單面怎麼讀 是不是用雷射打進去反射回來讀 可以嗎 那單面 雙層要怎麼讀 你說那第一層可以讀對不對 這沒有問題 那第二層的資料要怎麼讀 這圖看得懂嗎 這一層塑膠 一層金屬 再一層塑膠 再一層金屬 這樣OK嗎 然後最後一個保護塑膠 重點就在第一層的這個金屬 它不能用金屬 因為如果你是金屬的話 這個光就透不過第一層 沒有辦法讀第二層 這個光是雷射光 這樣可以嗎 所以用什麼東西 各位看這個圖 這個是第一層的聚碳酸質 這個是第一層的金屬 注意不能用金屬 要用什麼呢 要用半透膜 這個圖呢 在課本的116頁 我把它畫起來 它用的是一種半透明膜 什麼叫半透明膜 就是雷射光呢 打到這邊的之後呢 有一部分會反射回去 這個就讀第一層的資料 有一部分會穿透過去 就可以讀第二層的資料 可以嗎 這叫 單面雙層 那顯然的 這種讀卡機 這個光碟機 是不是就要特殊構造 那個雷射光要 構造會不一樣 這樣可以嗎 那這種機器不普及 所以很少人用 那什麼叫做 雙面 單層呢 就是 兩面都可以讀 那這個翻面用手翻 看你啦 你可以用手 就這面讀完之後呢 直接翻過來 那當然也有廠商設計那種 兩邊都有雷射讀取頭的 就是上下都可以雷射讀取頭的 那一種 那雙面雙層就更複雜 就要特別的這個 讀卡機 但是呢 它的容量是不一樣 各位看課本 117耶 這個DVD呢 跟CD的差別 剛剛比較過了 那CD呢 直徑 厚度 跟DVD是完全一樣的 你注意看 這邊厚度寫0.6 這是單面的 雙面的話 就是1.2 反正 CD跟DVD的外觀 是完全一樣的啦 Size一定要一樣 讀卡機才能讀嘛 你的課本我改過 我厚度跟它寫成一樣 重點是這個凹洞 CD是1.6 0.8 這是軌道距離 跟最小凹洞 這0.74 跟0.4 CD的容量是650Mbps 這個大家都知道 DVD的容量是4.7G 對不對 然後有沒有看到 單面雙層 雙面單層 跟雙面雙層 最多可以到17G 但是後來呢 下面這三種 都不普及 只有第一種 大家常常在用 好 DVD講完了 那就一定要講一個 最近非常熱門的 叫什麼 藍光 BVD 叫 Blu-ray Disc 你注意看喔 它有什麼差別 完全一樣 唯一的差別是什麼 詭句變到0.3 它的最小凹洞有多小呢 各位看下面這個 單面單層的最小凹洞 是0.16 是不是又比它小 都是單面單層 只是最小凹洞不一樣 有0.16 0.14 跟0.13 就越做越小 容量是不是越來越大 到27G有沒有 所以你還記得嗎 這個DVD呢 跟CD 跟Blue Disc 它存電影的時候 是不是畫質不一樣 還記得畫質是多少嗎 多少乘多少 不記得 沒關係 現在就寫下來 你就有感覺 來 CD是多少呢 CD是352乘288 你現在就有感覺 那個資料量要多幾倍了 對不對 352乘288 DVD是720乘480 OK嗎 這資料是不是多很多 那Blue Disc呢 就是HD 就是1920乘1080 所以你看嘛 電影的畫質越來越好 資料就越來越多 那你是不是就要 記憶體就要越來越大 最後呢 有人常常問我 為什麼要叫藍光光碟 為什麼要叫藍光 想要聽懂嗎 答案在最後一行 他的光學讀曲頭 早期的這個CD呢 因為他洞比較大對不對 記得喔 光的顏色就是波長 科學家發現 洞越小 波長就要越短 才塞進去 所以呢 CD呢 他的波長用的是0.78 這個是紅光雷射 你還記不記得 紅色的波長是0.78 快要期末考了 DVD的 雷射 波長是0.6 65左右 0.65其實還是紅色 但是已經有點偏橘色了 最後 藍光 洞是不是最小 所以波長要最 短 所以用的是什麼顏色 0.4 0.4是藍色 因為0.48是藍色 期末考快到了 要記起來 0.48是藍色 因為他的 光學讀曲頭 用的是藍色的雷射 所以叫做藍光 光碟